名声鱼汁抹茶 是位于纯中街巷里的一家抹茶店 它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与近期去过的TokuToku 金箔手制 有着截然不同的氛围 整体氛围有点日式洋房的混合风 店家的目录品项非常之多 一时之间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后来我们点了京都糕点搭配冰抹茶 还有一碗抹茶与至金石 再加上抹茶绝饼 吃完后我对抹茶糕点最有记忆点 有点茶味又不会太甜 味道层次丰富 身在京都的感觉 对抹茶的讲究跟点心的搭配 让人有日式文化的体验感 找个角落喝杯茶吃个点心 是一个不错的享受 我会一直在寻找抹茶店是因为 京都的小山园抹茶 前年到京都旅游前 我在网路上做了功课 发现很多人在网路上 推荐小山园的抹茶 所以我很想要去试试看 因为我一直对抹茶没有特别的感觉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茶品 但这也引起了我对吃的坚持 我总喜欢到发源地试试它真正的风味 事实上到小山园时 我也是有点惊讶 整体风格是日式洋风 跟我想象中的传统京都风 有些差异 但重点还是抹茶 在喝抹茶时 我还是会尝到茶里的苦味 色味 香味 回甘味 可以入口 但我不会说它是非常好喝的 但或许这是它该有的风味 或许懂得欣赏它的人 会觉得非常好喝 我在吃了喝果之后 喝了抹茶 却又是另一番的感受 抹茶顺口了很多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经验 也完成了我的目的 就是在我的记忆中 刻下了对京都抹茶的味道 另外我在店家内吃到的抹茶冰淇淋 是我比较喜欢的口味 茶香 茶味 甜味 奶味 是层次分明的 让我觉得在吃冰淇淋的时候 也像是在吃茶 那一点点的茶味 不会让我觉得腻口 真的跟京都街上的冰淇淋不一样 也跟在台湾吃到的不一样 回台湾后 我看到抹茶总是会想试一试 不是我多喜欢吃 而是我在找我的旅游记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